退伍士兵购买理财遭遇资本收割 愤怒大兵提枪屠杀金融骗子 金融大楼失衡遍野 今天幕位就给大家讲一个犯罪电影 入侵华尔街 大壮是一个退伍的士兵 退役后的他和爱奇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可惜好景不长 妻子得了脑瘤 治疗需要巨额的费用 因为数额太多 保险达到限度后拒绝赔付 好在大壮还干着一个保安的工作 平时多加班啥的还能顶一顶 不过凡事要做二手准备 大壮听经纪人说 一个金融产品年龄率不错 于是用自己服役时攒下的钱买了这个产品 可过一段时间 这个经纪人却告诉他 这个东西因为金融危机亏大了 回到家里大壮看到信件发现 不光本金没了 他还欠了银行6万的债 这大壮哪能认啊 于是他找到了律师 律师开价1万才接活 大壮想想1万换6万也算值 于是东拼稀凑借的钱给律师 律师说 你这个事情如果找到检察官沟通 可是那个人见到容易接触上难 大壮好几天都没找人聊上 于是大壮打电话给律师 律师表示 你的付费只能让我给你服务48小时 现在时间过了 赠你一条消息吧 坑你的公司已经申请破产了 现在就算想打官司也不行 再这样下去 房子就要被银行收走了 一堆不幸的遭遇 他不敢让爱奇知道 只好和几个保安同事聊聊 一接触发现 因为金融危机大家过得都不好 或不单行 第二天大壮上班的时候 被经理叫到了办公室 原来因为欠债的问题 银行开始直接拿大壮的工资了 工资不敢让这样的人保护钱 于是只好辞退他 可是爱奇一看病 又一直要钱怎么办 大壮想着聚银行贷款 但银行从来不是做慈善的 查了一下大壮的情况 直接把他拒绝了 想到爱奇绝望的大壮在外四处游走 希望调节好心情 不要让家里人被自己影响 这也许是许多男人下班后 不想回家的原因吧 可是他不知道 家中的爱奇 因为不想给大壮更多经济压力 隔万了 等到大壮回到家里 妻子已经彻底没救了 看着妻子的尸体 想起华尔街金融人罪恶的嘴脸 就是这群人 所谓的资本运作 骗得自己背上了莫名债务 房子被银行收走 妻子绝望自杀 家破人亡的大壮 决心向华尔街复仇 他用仅剩的钱购买了武器弹药 然后密切关注各种金融界名人的消息 在计划好一切后 大壮开始了行动 漆黑的夜晚 地下车库响起了无情的枪声 收房子银行的副总裁被杀 几天后又有新闻报道 著名律师被枪杀 正是那个坑他律师费的人 接着不断有金融界人物 被枪杀的事件出现 这天几个老同事和大壮聊天说道 要是能抓到这个人 大家都能升官发财 大壮心想自己反正也这样了 于是和大家坦白说这个人就是他 众人一乐呵觉得他在开玩笑 而后大壮遇到了当初坑他的那个经纪人 大壮假装又要买金融产品 约他下次见面 那个人高兴的在约好的地方等他 却不知道大壮在对面楼里用瞄准镜对着他的脑袋 一枪下去经纪人就没了 大壮顺带着把楼里所有看热闹金融骗子全杀了 做完这些之后 他戴上面具来到金融大楼里 拿着手枪就把坑他的金融公司里的员工一个个的射杀了 最后来到老总办公室 他让老总脱下衣服自己穿上 然后坐在老总的位置上 嘲弄那个老骗子 大壮假装露一个破绽 把没子弹的枪给老骗子抢走 这时警察进来把这个老骗子当犯人击杀了 到了楼下 前来安置他的保安 正是他的朋友 几人这才知道原来那天大壮没有开玩笑 于是一声不吭的放走了大壮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